今年的桃园半城马拉松将从8月8号起开放报名 地点跟去年一样是在石门水库 跟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的赛事将进入申请国际认证的程序 有望成为世界第一个以水库水支援区为主的半城马拉松赛事 也结合大西龙潭的餐厅业者 要端出健康好料来迎接国内外的参赛者 动感的拉拉贝舞蹈 为今年的半城马拉松报名拉开序幕 延续去年在石门水库举办的好口碑 今年也一样请参赛者来感受山光水色 而且今年还多了要力拼国际认证的意义 台湾半城马拉松有望成为台湾第一个 受国际认证的半马赛事 也间接拉抬本次赛会的高度 证明这场在水库举办的半马赛事 在水准上获得国际好手的认同 比较国际赛事跟我们在国内比赛的话 其实有认证的比赛 我们会更用心然后更赚注的来为这场准备做比赛 当然我们参赛的目标也会设定的标准更高一些 前面两年的经验 那它已经具备相当的潜力 今年明年后年三年会把它认证完成 那是除了金瓜石九份的这个马拉松之外 我们希望能够完成第一个半程马拉松的认证 今年赛事还有一个别于以往的亮点 大西的活鱼餐厅与龙潭的客家料理等业者 也将搭配本次赛事准备具有在地特色的美食来迎接参赛者 我们现在有几个计划 包括南院的这个露营区 包括西州的转运站 包括嘉安的文创村 那这个都可以结合运动旅游美食文创各种活动 希望我们扮成马拉松也可以让大家体验 去年赛事共吸引了将近5000名选手参赛 今年从8月8号中午12点开始开放网络报名 12月2号举办比赛 爱好长跑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陶温有线新闻 林德操桃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赛事件